阳光普照天气炎热 新北市五谷更来到38.5度高温 各地天气晴朗稳定 只不过要注意在台湾附近 已经有台风成型 第六号台风烟花 在今天清晨两点的时候行程 未来将已朝北转西北的方向移动 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 最快20号增强为中台 周三下半天可能发布海景 周四上半天即发布陆景 新竹以北桃源双北金龙宜兰将首当其冲 尤其是礼拜五到礼拜六的时候 可能会在台湾东北边东半边登陆 目前官方路径预测 烟花的暴风圈半径将笼罩台湾北部陆地 如果路径往南修 恐怕中心还会登陆 对东北部的影响会相当剧烈 如果往北穿过接龙与彭加雨之间 成为文之色变的西北台 所带来的西北风可能导致海水倒灌 对大台北地区将造成严重伤害 不过现在各国路径预测模式变化还很大 像是日本气象厅预测最偏难 台风会从宜兰登陆直铺台湾 韩国气象局预测则偏北 会直接往大陆前进 无漏偏逢连夜雨南海附近也形成一个低压 不排除下周二三会成为台风 恐怕将会有双台共舞的局面 花莲到还有宜兰还有新北市的沿海 是首当其冲 然后另外一个风雨就是以东北部为主 各国预测路径都不太相同 气象局强调仍有变化空间 任何可能性都无法排除 不过提醒北部东北部民众 务必做好防台准备 接龄线何俊宇 台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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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